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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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日本又怎可以不穿和服呢 今天就帶大家來到鳥取院的約英站 穿著和服看櫻花和遊車站 上英前當然要換一套和服 這間和服店和鳥取車站非常近 在JR鳥取站走10分鐘就到 裏面有齊多款和服給大家任選 有齊男裝、女裝和小朋友 工作人員會為你襯出最合適的配搭 租全日的費用為5000日圓 換好之後再由JR鳥取車站出發 乘搭超和號觀光列車去約英 就這樣看火車的外形已經充滿超和風情 車廂內以鵝黃色為主吊 再配上碎花梳化 復古感十足 雖然車程比較久 接近一小時 但沿途已經可以見到滿滿的櫻花 非常想濕縣木 約英車站於1903年開業 經過翻新之後保留舊有的特色 整個車站都是以木打造而成 一落車就可以見到超多櫻花 鐵道的兩側和車站附近都還滿櫻花樹 每一個角落都是打卡位 而當日還見到少量英吹雪 沒有火車的時候 大家更加可以站在車軌上面打卡 除了櫻花之外 裡面還有懷舊SL蒸氣火車 大家可以走上車頭打卡 在自訂日子還可以親身體驗駕駛 另外一個上映熱點就是九重公園 被列為日本櫻花名所百選之一 公園裡面一共有200多棵櫻花樹 大部分都是染井吉野品種 越走得高櫻花開得越茂盛 即使不是櫻花貴 這裡都有多塊草地 大家可以來夜餐 另外一個市區上映的地方就是代村 櫻花開滿整條河岸 長到接近2公里 彷彿走入一個小型的櫻花隧道 途中更加可以見到櫻花的垂枝 用來打卡一流 夜晚的河岸更加會有燈飾 一次過可以看完日櫻和夜櫻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